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屡遭挑战 甚至有密室政治的嫌疑 朝野沟通管道不再顺畅 国会的改革也迫在眉睫 我们带你来看新闻形势里 左一台 右一台正中间 再一台国会议事透明化 一早愿从2009年开始就有及时转播 每个委员会至少都有三台不同角度的摄影机 对准发言立委 立委一言一行全摊在阳光下 供全民检验 不过院长主持的朝野协商总是躲在小房间内 没有录音录影 媒体也只能守在门外 协商后一纸结论外加各党团干部转述 就决定政策和预算 你委员会一有争议就送交协商 然后到了协商那边什么都没有 然后最后就送到二都会就出来就协商结论 为什么党团协商会沦路到这样子 那可能第一个就是说大家互推责任 谁该负责任 谁该为这个协商结果来负责任 实际上在国会的记录里面是看不出来 你这个政党主张什么 那个政党又主张什么 你把它数字与文字或者是一种露营党 然后让国人来检证 让历史来检证 超义协商制度原本是为了改善意识效率 而设立的制度 立法院从第四届开始 法案通过数量大幅提升 从200多件增加到600多件 足足多了三倍 如果没有这个协商机制 我们认为单单一个人就可以阻挡你所有的法案 一个人提一千多个案你怎么表决 每个人都可以有意见 每个都是在国会赋予他的一个发言权里面 他可以用程序问题 可以用诸多的问题 那你没有各自政党的约束的话 你怎么去完成 协商制度不可添沸 但实施了13年也衍生重重流弊 少数人决定临驾委员会和愿会就是一大问题 我委员会省得要死 他都不算了 一切归零就不可以 他要补委员会的不足 而不是现在完全的dominant委员会 等于完全零驾的委员会 委员会我们在政治学校 我们把称之为国会中的国会 可以说是国会最重要的一部分 这国会改革就要努力来建构一个专业性的委员会出来 改革超越协商的秘密 学者认为应该强化委员会的专业性 但也有立委认为台湾不像美国有强而有力的立法团队做后盾 短期内要取代超越协商并不可行 因为长期而言这些委员本身他们的 在这个领域里面再怎么置身也还是很资浅 加上他们的这些助理们本身有限 所以如果把责任全部用委员会来承担的话 在目前我的观察是我们的委员会是没有这个能力 来有效的负担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 不只朝野协商权力过大 重大议案屡屡遭杯格不得表决 更成为反对党的利器 这几个月之后按照我们国家的机制 理当要提交院会表决 可是这些年的运作 只要民进党不同意 那立法院是不能表决 一个会期也不过开三四个月的会议 有哪那么多的一个月可以去消耗 小党他只要不签字 他就可以无限杯葛大党 那我们认为这个部分也不对 这个部分也有待检讨 相关的法案我们都在修 不管是立法院的组织法 或是说这个各委员会的这个组织法 立法委员的行为法 职权行持法 还有就是议事规则 有些有汉格的地方 我们希望做一些调整 在这个会期以前一定会提出来 临家委员会严荡不表决 被小党挟制 超义协商三大问题有待修法解决 不过四年前就已经修法的 超义协商必须全程录音录影的规定 直到今年10月3号才首开先例 市场有哪些东西 所以以后都会录影录影吗 这个就看看主政党他们看法怎么样 事实上全部都这样的话 行得通吗 很难吧 坦白讲 越透明越好 但是实在很困难 这个里面没有场景 有时候要半天天白的 有时候要有 还有我们带开工头 没有办法全部透明 全部要公开透明 我必须说 他只不过就是大家在镜头前面 心里如意 政治上这样子做的话 其实他仍然黑暗的那一面 仍然看不到 迟迟没有依法执行 就是参与协商的党编 都倾向认为不可行 连同事倡议国会改革的学者 看法也相当分歧 你如果有录影录音 那这些会使得这些 参与协商这些议员 他就会比较这个有顾忌 那他可能就比较不愿意 在协商上做让步 那比较不愿意在协商上做让步 就使得这个协商的过程 就会产生比较多的这种困扰出现 那这样的话 我们设计协商的这个用意 就等于是落空了 但是你完全都把它密室作业的话 都没有人知道 那就会让社会大众更起疑了 让我们好像有许多的 真的是是不是诚如传言所讲的 一些前坑法案 然后就绑住了一些 特别色彩的一些人的 或者是某一些团体的利益在里面 1999年国会改革 制定无法建立立法秩序 解决国会议事部章 朝野协商有了法源依据 2013年台湾民主更深化 朝野协商的相关规定 俨然不服使用 制度完备和公开透明 成了不得不面对的课题